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ALIT 红色警报又出了重制版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游戏 最早可以回溯到1996年或者95年 这是20多年前了 2045年前的 那个时候RTS游戏 计时战略游戏 计时策略游戏非常流行 到处都是玩这个 当时看了也非常震撼 游戏居然还能这么玩 计时战略 好 这个新版的这个 红色警报重制版 它还是原汁原味 但是画面 游戏的画面比以前更加精致了 更加清晰了 这个游戏呢 当年非常火爆 可以不睡觉 通宵都可以玩下去 好 我们可以看看新版游戏是什么样的 好 刚开始是可以非清晰版 和老版本和新版本可以直接切换 老版本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先按空格键 可以把它变成清晰版 这就是现在版本 刚开始的话 还是老版本 老版本看起来是惨不忍睹 看得非常非常难过 但是清晰版以后一下子上了高大上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不错 你不仅可以重新体会原来的玩法 但是呢 对视觉感受可以一种享受 这还是一样的 可以造各种冰工厂啊 电厂啊 都可以 然后后面新的出来 玩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信息多了 这一点呢 对于回味经典游戏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游戏当年玩的 当年是非常迷 好 这里我们看快要结局了 我把他跳过去了 打完以后 他的一些开火火炮 都比以前要精彩多了 这个是火山炮火煎炮 可以看到 都比以前做的好多了 所以这个呢 还是值得大家重新玩味一下子 还是不错的 尤其对于老玩家来说 新玩家 当然可以带路一个新游戏来玩玩也不错的 好 非常精彩 尤其他的这个音乐也是非常经典的 好 任务完成 我们看看还有些其他什么 可以进行设置 好 过后我们来看看设置选项 看到一些什么参数 进入以后 可以看到可以操控选项 好 这里可以选择分辨率 等等 现在操控 经典操控 等等都可以 他比以前好像要多一些了 操作 这还是不错的 过场动画 以前呢 是英文不打滴 听不太明白 但是呢玩的很起劲 经常任务都没拼明白 以前只有英文版 就开始玩了 完了以后呢 目标经常完成不了 很沮举 很沮丧 到处找 但是也增加了游戏玩的时间长度 这个俄罗斯方面呢 苏联方面呢 是说的这个苏式英语 俄罗斯是英语 这个大舌头 当时听起来也非常有味 这个我们再看另外一关 从俄罗斯角度 苏联角度 来 来见的 基本上是类似的 两边也是类似的 前面我们玩了一些盟军的 现在玩的是苏联方的 这两边还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看 非常清晰 看狗 火箭炮 都可以 味道呢 还是可以体会当年的那种感觉 重新回顾一下经典 这个孩子感觉还是不错的吧 好 这也是中间断桥什么之类的 都有 红色警报呢 它是制成一体 而且是远远超过了原来的 CNC Command and Conquer 面临征服吧 它是面临征服的原来一个资料片 后来呢 反而成为一个主角了 重新登场 这个游戏呢 还是非常耐玩的 我当时呢 也把所有关全部打通过了 花了大概有一两个星期时间吧 非常经典 好 这期大家就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也可以去重新回味一下这个游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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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